我今天已經看中國共產黨不爽很久了 我看太多藝人 真是太愛舔共 啊什麼都不敢講 我也不知道在怕什麼 怕什麼中共暗殺你是不是 我沒有討厭中國 不討厭中國共產黨 可以賺中國的錢 但不可以 連尊嚴都不要 舔共的人 我們就應該把那些人鑽除掉才對 也許不一定要鑽除 但我就是看不起那些舔共的人 我今天已經看中國共產黨不爽很久了 我只是之前因為官司問題 我都不敢講出來 那我怕會被別人弄 弄我的官司 我看太多藝人 真是太愛舔共 啊什麼都不敢講 我也不知道在怕什麼 怕什麼中共暗殺你是不是 確定我爸爸沒有要去 大家暗殺你 他們可以去啊 我沒差 對不對 我沒有說叫大家都不能去大陸戰權 我沒有討厭中國 不討厭中國共產黨 他們今天就在去大陸賺錢啊 因為這樣被封殺 你怪我 我講真話 然後他們被封殺 你會怪我嗎 難不成我們就這樣子 等下都不敢講 就因為怕中共 可以賺中國的錢 但不可以 連尊嚴都不要 我覺得很奇怪啊 很多時候 那些政府的人都講 哦 我們要守護台灣 那請問 你實質用來守護台灣的方式是什麼 今天 中共已經在你面前 然後他都已經 在威脅你 吼 已經軍演了嘛 對不對 飛彈要打過來了嘛 飛彈亂飛一通嘛 對不對 結果台灣政府說有什麼 台灣總統自己說 我們不回應 我們不挑釁 我們尋求外來國家 來一起抵制中國 然後 呃 一起保護台灣 你這什麼意思 你這意思就是說 呃 我 我也不敢做什麼 我只敢 依靠外來國家 不是嗎 不是就是這樣嗎 所以我說我今天不是在 都有做準備 好嗎 最後一個總結 舔貢的人 我們就應該把那些人 鑽除掉 也許不一定要鑽除 但我就是看不起那些舔貢人